大家好 最近天氣變化比較大 請大家多留意了 大致上封面雲系會逐漸的通過當中 預計今天晚上到禮拜六的清晨 會有一波降雨 午後從北到南會陸陸續續的 慢慢的在轉乾 冷空氣隨後就開始報導了 預計會冷到下週一 這一波是比較偏乾冷的 請大家注意這個溫度的落差 那下禮拜一白天到禮拜二 就慢慢的回溫還蠻明顯的 不過下禮拜預計有幾波封面會報導 各位有沒有看到 早上下的雨就是這塊雲系 然後中間有個空檔雨就停了 沒有結束 其實預測上這個封面本來就是比較鬆散的 後面的雲系又會再進來 所以預計禮拜五的晚上 到禮拜六會有一波的降雨 請大家留意 但是這波走得很快 後面的乾冷空氣就隨後報導 然後預計這個會冷個兩天的時間 冷也沒有特別冷 就是14度的左右 這個低溫來說的話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冷空氣 是真的這樣沖下來 後面的冷空氣 那我們台灣的溫度 台北市預計是14度 空旺地區整個2到3度 南部來說的話大概是20度的上下 也是會有冷的感覺 請大家注意一下 北部最冷的時候應該是在 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 這個降溫的過程 每個點會不一樣 禮拜一的清晨禮拜天的清晨要注意 可能輻射冷卻的低溫 建議大家晚一點起來 其實沒有特別冷 也沒有接近到冷氣團的標準 但是呢 其實跟前兩天的落差蠻大的 很多人衣服都已經收起來了 這樣的這個情況要穿冬衣的 請大家多注意 下禮拜就明顯的大幅度的回升 然後接下來呢 未來這幾天南部呢 也是有降溫的 但是沒有像北部的明顯 20到25度左右 有些地方可能會回溫 白天回溫的比較明顯 那禮拜六呢 大概至上呢 等於是降雨會以南部為主 慢慢的以南部為主 先北部的晚上下雨 然後一下過去 慢慢的再轉乾 然後禮拜天 禮拜一禮拜二呢 就慢慢的變成乾冷的天氣形態 請大家多留意了 所以這波的降溫要稍微注意一下 跟前兩天的落差很大 而且呢一個禮拜兩次 很多朋友都已經感冒了 請大家多注意自己身體健康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請大家多留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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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